妳是把皓然跟詩妮老師的問題 都解決了 可是這個人來報名 我覺得有一點討厭 那個人叫警衛 我是一直以來這個節目 輔導的對象 我是很好的個案 我覺得我今天沒有問題 你看 現在十下年輕人 我很小看到穿這種毛衣 是穿起來變緊身 現在年輕人不是都這樣穿嗎 你看 累死有沒有 老師 累死 累死 我不想跟你比 沒關係 這個肉這個這裡 鎖骨 鎖骨 對啊 怎麼會覺得很好吃 所以五五身 而且 而且怎麼會變緊身 我不瞞大家說 我最近真的吃得滿好的 我不是懷孕 我是吃得好 有什麼問題嗎 到底 我必須講說 妳全身的這些 大部分都是 今年流行的潮流的重點 但是這個 妳還敢給我拉起來這樣 我們有超過20年的交集 好可怕 我怎麼可以讓我的警衛 變成這樣 她曾經 她曾經幾公斤 38公斤 38公斤 現在83 沒有 沒有 等一下 妳現在看妳上衣說到哪裡 妳上衣說到哪裡 妳說到哪裡 台灣揮手 她是台灣揮手硬要穿這樣 我剛剛回頭看大家的表情 其實我還滿想哭的 不要這樣 好可怕 趕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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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衛曾經是我在做唱片的時候 最嬌小 而且穿什麼衣服都一定 去吧 一定中的 妳沒想到妳也有經驗 妳把它拉下來一點好不好 我可以做完這一集 然後開個告別的事嗎 萬一我不成功的話 怎麼怪 趕快去吧 趕快去吧 這個冬天那怎麼辦呢 也不可能 突然瘦下來啊對不對 我跟你講 她就是那種不吃 其實也不會瘦 所以她乾脆開心的吃吧 可以嗎 孫華老師 可以啊 因為我覺得 妳看那個像渡邊直美 不是很好嗎 對 而且她穿得多 多色彩 多自在 是 所以妳今天把警衛穿得像Lady Gaga嗎 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那個 她還有一段路要走 好 來 我們如果妳的問題像困擾 像警衛那樣子 妳就說我本身就是豬隊友 因為我的身形 就是豬隊友 還有就是 我會不會退出女人我最大 就看這一集囉 來 歡迎警衛 超實在 超大苦的呼吸 大口吃 大口吃 我可以大口的呼吸 大口的吃東西 對 這是妳把衣服剪掉嗎 沒有 這本來的衣服就是這樣子的 原來可以剪成這樣 沒有 她袖子妳看 她是可以穿過來 這裡有個洞的 對 妳看她穿過來 是有個洞的 她本來就是這樣 對 但是這一季就流行 妳手不要這樣子的 穿得硬要這麼 拉到這裡什麼 沒有 那個是上市集的事情 現在就讓她很自然的穿 所以她其實可以這樣穿的 再來妳看這一邊 妳也可以選擇這樣 一邊的手穿過去 一邊正常穿 正常穿 然後一邊就露出來 這又有點像那種就是 我們可能手臂很胖很厚 硬要穿那個披肩要蓋 它有異曲同工之麥 但是 回去要把我的這種大學體檢查 都剪開 可以喔 可以 妳可以自己做 對 它剪裁的時候 妳看它其實 它不是真的一件大學體檢 它是有點上下不同的這個 這個剪裁 所以妳來看到它有個側 妳會發現有一個側的時候 有一個叉 好像也可以讓它有顯瘦的部分 對不對 不會像整個包在一起 然後我很喜歡這幾個的圖案 會覺得這一個簡單的 好像衛衣讓妳更潮流 這一季就是要有一些大大的圖案在這裡面 好 再來就是下半身 因為上半身對我來講是這一季 是所有的我們的重量級的福音 就是因為都oversize 所以妳好多可以選擇 真的 妳千萬不要以為說 我已經重量級了 我再穿oversize 會不會看起來更胖 其實有一些就在剪裁跟設計 這部分 妳一定會找到妳心目中很滿意的 說實話 本來這一季我最擔心就是它 我想說 有景文 我們可不可以老朋友不要做了 我們節目也不要做了 我有痛苦 沒有這樣子 但是後來沒想到 它是我最快就找到衣服的 完全沒想到 再來看下半身這個部分 來 這一件是一個像微果式的這種 有沒有發現 它是一個裙子 然後腰是比較高到 其實我才是直筒腰 對 它是直筒腰 所以後來還好 然後 來轉個圈給大家看 不規則的剪裁 有沒有 前後這裡都有一個叉 有一個叉 然後在這裡的口袋這裡 還有做一個裁切線 這邊有個裁切線 對 其實視覺上都會讓妳的臀部 會小的 但是我們可以隱藏在裡面 不用說在 讓它露出那麼多的部分 好 這個裙子的部分這裡 還多了一個 一個叉片 所以會讓妳整個裙子會活潑 假設你想她只是穿一個 這樣的一個裙子 可能會變成一個窄裙 太普通了 太普通了 其實妳遠遠看 它有點像酷裙 對 但是它是一個裙子 然後側面又很差 妳現在跑步一下 小跑步一下 對 往前走 好活潑 是不是很自在 妳好活潑 其實我是靈活胖子 對 不是靈活胖子 對 對 妳如果要穿 如果是一個重量級 是胖子 妳就要像杜鞭直美一樣 做一個靈活的胖子 今年就是重量級美眉的天下 利用Oversize 不規則剪裁的服裝 修飾身體線條 大膽的穿上流行元素 一樣可以很潮很時尚 今天老師介紹的東西 在哪裡買上 我們的網站就清楚了 謝謝兩位大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